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跟同学们讨论四年级科学 声音 声音的产生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 一切正在发生的物体都在振动 一旦振动停止,发生也停止 正在发生的物体叫声源 声音产生的条件 一是要有声源 二是声源要振动 气体,液体,固体都可以因振动而发出声音 由于声音具有传播性 声音不一定立刻停止 比如我们在空旷的田园里 唱歌 停止唱歌后 我们的声带不再振动 可是声音还会继续在田园中 传播一段时间后 才会消失掉 好,接下来是声音的传播 声音是以声波的形式传播的 声音的传播需要介质 固体,液体,气体都是介质 都可以传播声音 比如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大声说话 搁着墙的另外一个房间也能听到 这说明气体就是空气 和固体就是墙 都能传播声音 真空是不能传播声音的 如月球上的宇航员 它们只能通过无线电波交谈 备注 月球表面没有大气沉 如同我们看到水的波浪一样 声音以声波的形式向四周传播 然而这种声波 我们用右眼是看不到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介质 声音的传播需要物质 我们把这些物质称之为介质 固体,液体,气体都是介质 它们都可以传播声音 比如钓鱼的时候 鱼会被岸边的脚步声吓 这说明岸边的空气和水 都是介质 两者都传播了岸边人脚步的声音 被水中的鱼听到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声速 声速 即声音在每秒内传播的距离 我们一般说的声速 指的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 声音传播的速度 与介质的种类有关 声音在固体中传播的速度最快 液体中赤脂 气体中最慢 好,接下来我们看噪音 凡是返岸人们正常休息 学习和工作的声音 以及对人们要听的声音 产生干扰的声音 都属于噪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噪音的来源很多 如街道上的汽车声 安静的图书馆里的说话声 建筑工地的机器声 以及邻居电视机过大的声音 都是噪音 好,接下来同学们要做以下的练习 填充 第一题 震动的物体叫什么 第二题 声音的传播需要什么 第三题 什么不能传声 好,第四题 在雷雨来临的时候 总是先看到闪电 后听到雷声 这是因为 好,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 学习愉快 加油哦 拜拜